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有关涉及到字符串的算法面试题 字符串的处理在编程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从脚本的处理,到前端开发,到最新热本的生物信息算法 无不管法又深入的涉及到字符串的处理 因而在面试算法中,各种有关字符串处理的算法题 那么就常常用来检测候选人的编程功底 从本节开始,我们逐步展示字符串的相关处理算法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复杂的字符串算法 由于复杂的字符串算法,往往需要涉及到哈希表和动态规划等数据结构和算法内容 那么相关的这些内容和知识点,我们在后面会逐步的涉及到 我们先看两道看似简单,但是编码起来容易出错的字符串算法题 第一道叫油层编码 油层编码是一种在线高效的字符串压述算法 它的思路比较简单 将连续出现的字符转换成它重复出现的次数和该字符的组合 例如大家看一下字符串在这里面 4个A,1个B,3个C和2个A 编码后转化为4A,1B,3C,2A 对于编码后的字符串,例如3E,4F,2E 那么解码之后在这里面可以分解成三个E,4F,2E 那么解码就这种情况 那么就要求编写编码算法 假定输入了这个要编码的字符串是符合要求的 只包含26个字母,没有数字 同时编写编码算法 同时呢,这个条件是假定要编码的字符串 是经过合法编码过的 OK,这道题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这个时候可以暂停 然后自己试一试 这道题的题目的算法实现呢 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但是要在白板上写出来 并且要写的比较准确的话 可能还是有点不大容易 我们先看一看编码 编码算法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 从这个流程编码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 我们直接做起来就是 便利整个字符串 然后统计每个字符连续出现的次数 然后将连续出现的字符 转换为次数和字符的组合 那么下面这里面是代码 那么在这里面这个for循环呢 就逐个去编例这个字符串 然后看一下每一个字符串 在这里判断一下 同一个字符出现的次数 出现的话就看家用来结算Cart 那么当前遇到这个字符 以上一个字符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把上一个字符的统计信息 写到这个新的字符串里面 然后统计这个新的字符 那么主要这个代码读下 这也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编码不难 但为什么说他这个在白板上要写出来 要保证准确不容易呢 那么最主要是这个边界条件的处理 那么我相信大多数人在写的时候 一定会漏了最后这两句 因为在这个边界条件的时候 如果漏了这两句的话 最后在处理边界条件不注意的时候 漏了这两句的话 那么最后这个字符串编码出来了之后 会漏掉最后两个AA的处理 因为最后一个for做到这里换到完了之后 统计完了之后 由于这个for跳出来了 最后这一段没有加上 下面这一段没有加上 所以后面没有这两句的话 那么最后这两个字符 AA转换成2A就没有填到这个STR边量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容易错的就是最后这个边界条件的处理 因此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情况就是后面这两句 在整个for循环了之后 后面这两句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 那么这种简单的题目呢 一般来说题目简单的话 往往就会检测这个候选人在编码的时候 是否要注意这个逻辑的边界条件的检测 简单的题目 它的算法大多数人都能写出来 但是能够注意到这个边界条件的处理 从而保证整个这个算法逻辑的正确性 其实人是很少的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一般来说都会具备比较扎实的这个编码功底和比较严谨的心态 那么这一点往往是用来区分出合适的候选人和其他不合适人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考核条件 OK那么里面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就是这个编码 那么解码算法也很简单 那么解码的话 根据这个题目的要求 我们每次读入两个字符 第一个字符呢 就是这个字符出现的次数 第二个字符呢 是对应重复出现的字符 所以我们解码的时候就这样 我们每一次读入两个字符 那么第一个字符呢 转化成这个字符出现的次数 那么第二个字符呢 是要重复出现的字符 然后把这个字符重复出现的重复 反复的添加到这个要输出的这个字符串里面 最后再返回这个字符串就可以了 OK那么这里面这道题大概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在具体代码 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具体情况是怎么样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具体的作用 OK我们把这个要编码的字符串换一下 那么这个代码跑起来了之后会先编码 然后再解码 所以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个字符串编码的时候会变成4a1b3c2a 那么把4a1b3c2a再放回到这个解码函数中 会解成4个a1b3c2a所以我们的代码实现大概基本上还是主确的 那么大家自己选完了之后 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拿这个代码来对照一下 OK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道 第二道涉及到的是字符串中单词的逆转 给定一个字符串 它是由若干个单词组成的 每个单词呢以空格分开 如果我们想对这个字符串进行转换 使得字符串中的单词出现的顺序 发生逆转 例如给定一个字符串是AliceLiteBall 转换之后就变为把这个Ball放在前面 Alice放在后面 就把整个单词的顺序转回转过来 就变成BallLiteAlice 那么我们的这个题目要求是 编写这个算法实现这种转换 同时保证这个算法所需要的空间复杂度为OE 也就是大家实现这个算法的时候 你不能用new去new这个新的内存 OK大家可以试试这道题应该怎么处理 那么大家如果自己暂停了之后 做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看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 这里面先看字符串的反转是怎么做的 也就是说如果字符串不是基于这个单词进行反转 而是基于这个字符进行反转 例如我们将这个字符串ABCD 基于字符进行反转后 结果就是DCBA 那么字符串的反转的通常做法是用两个指针 分别指向头字符和尾字符 将指针指向的两个字符交换 然后将头指针向后以一个位置为指针 向前挪动一个位置 当两个指针的位置交互时 互换时反转就结束了 例如看一下这里面一个头指针指向第一个字符A 一个为指针指向最后一个字符D 然后把A和D互换 紧接着把前面这个指针挪一位 后面这个指针挪一位 那么前头的指针指向B 后面的指针指向C 然后B和C互换 互换完了之后 这个为指针往前挪一位 这个头指针往后挪一位 这样的话为指针和头指针就相互交换位置 实现了为指互换 这样的话整个字符串基于字符的交换就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 整个字符串基于字符的导转就完成了 那么大家看这个我们这个字符串基于这个字符的导转 是不需要分配性能内存的 所以整个这个字符串基于字符的导转 它的整个空间复杂度就是OE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这个字符的导转 转换为这个能够通过这个字符的导转去实现这个整个单词的导转 做法是这样的 首先呢我们要将整个字符串根据字符进行导转 例如原来这个字符串Alice Lightball 在寄于字符导转之后就变成BOO大币EKIL 然后是这样子 就是把这个整个字符串根据这个字符反转过来 反转完了之后呢 再将每一个单词进行导转 那么将第一个单词进行这个字符的导转 将第二个单词再进行字符的导转 将第三个单词再进行字符的导转 做完了之后 那就相当于完成了整个这个字符串基于单词的导转了 大家看做完了之后这个BOO就排在了前面 然后是Line 然后简洁的就是这个Alice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目的就达到了 由于我们这么做的话 我们所有做的做法呢 都依赖于这个字符串基于字符的导转 字符串基于字符的导转 就如刚才这里说的一样 是不需要消耗新的空间的 因此我们整个的算法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算法的这个空间复杂度呢 就是OE 没有分配新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这个代码叫做 Word Reverse是这个要处理的类 那么在这里面呢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这个ReverseBitra 就是对整个字符串实现基于字符的导转 OK 这一段呢 就是通过两个指针 两个头指针 头指针叫BGain 位置针叫N 然后这个ReverseBitra呢 就是实现给定了字符串 在从这个开头BGain开始 然后以N结束 那么从这两个 从这个位置开始 从这个位置结束 实现这个字符的倒转 实现完字符倒转之后 再调这个ReverseWord ReverseWord的话 在这里面通过这个while 先找到一个单词 找到这个单词之后 再把这个单词 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找到的单词 去实现这个基于字符的倒转 那么一个单词倒转完了之后 再去寻找下一个单词 然后再做这个基于字符的倒转 那么做完这两步做完了之后呢 整个这个整个这个字符串 就实现了基于单词的倒转 OK 这是这个整个代码的一个基本解释 代码不算难 这个代码逻辑不算难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所以当我们输入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这个AliceLightBook 输入到整个这个类里面 执行第一个函数 执行这一句之后 那么执行这一句之后 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一个 然后ReverseWord 在在这一个字符串倒转的基础上 先找到每一个单词 找到找到每一个单词之后 再进行每一个单词的 这个基于字符的倒转 那么每一个单词都基于字符倒转 结束了之后 那么整个字符串就实现倒转了 就是BlogLightAlice 这样我们的目标力就实现了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道题算法的实现 OK 大家看一下 我们输入的是这个AliceLightBook 然后看一下输出是什么情况 OK 那么这个输出之后 然后是变成BlogLightAlice 那看到这里可以 这个很显然就是把这一个字符串实现单词的倒转了 OK 这就是我们程序代码的实现 那么第二道大家可能其他做法有很多做法 比如说大家先找到这个单词 然后再把这个单词进行位置的调换等等 但是其他做法的话比现在这种做法就稍微要繁琐和容易出错一些 那么这种先想到把整个字符称倒转 然后再把每一个单词倒转的这种想法呢 可能一开始想到就不大容易 但是如果想到的话 这个实现了起来 这个代码就相当容易写 那么如果在面色的时候能想得到的话 那么做出来的话 可能得到加分的机会 所以相对来说也就更大一些 OK 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算法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谢谢大家